我回来了 赶快来吃饭 老婆 还不赶紧坐下吃饭 这么多人就等你一个人 是是 老婆 说好了吵架生气 不能吵过两个小时 不生气了 吃完饭再说 来电了 对了 今天上午啊 水煤气还有那个电话 全部都断了 可是到了下午就来了 妈你说这上午一停电 你就急着去交钱 你这办事效率可真高 我没有那么高的办事效率 我的腰腿也没有那么灵便 跟有的人比起来 我们家营养那可是大方多了 能为大家着想 不像有的人自私自利 小齐的要命 外婆 妈 你们就吃饭吧 菜就够难吃了 还说一些消化不良的话 你难得一次跟我占同一战线吗 真是鸟胃狮王 谁鸟胃狮王了 怎么说话呢 救你 吵 不要跟你姐姐吵 吃饭就好好吃饭 你不吃就各自回房间去 妈吃哪个 木耳 妈您吃这个 那个 吃得这么素 一点油顺都没有 还有必要洗碗吗 真是的 把我当小白兔养了 迟早得品血 人呢 吃完了都不知道收拾东西 妈 你干嘛 我们都还没吃饱呢 等着 你拿什么 当然是好吃的 妈 拿什么 妈 妈 您这是 妈 您这是 问那么多干嘛 没闻这香味吗 快 一人盛一碗 香不香 你闻这香味呗 挺香的 闻这香味呗 鸡汤 好用人 妈 我就不跟大家客气了 妈 你还喝吗 不喝了 妈 你不喝了 好喝了 好喝 给爸爸 不喝了 我喝过了 落下我 你们都喝过了 这就对了 妈 你看一家人这么干活 不就得吃点好的吗 吃好了才有力气干活 是吧 天天吃素的 那怎么吃得消呢 就是 不懂了吧 妈 这是锻炼咱们呢 这叫 恶其体肤 劳其筋骨 空乏其身 菲菲 刚用鸡汤喝去 有经验了是吧 赶紧喝饱了 去做作业去 少在这儿插嘴 菲菲 别惹你妈生气 你 你 玉萍 这个 你说这鸡汤炖好了 大家都躲在这屋 屋里边喝这个 鬼鬼祟祟的 不像样子 是 对啊 妈 你不怕招蟑螂啊 这事情是这样的啊 他有些人就想白吃白喝 我就是念肯背的蟑螂 我也不要成全他 哦 我明白了 妈这是防着二姐夫呢 哎呀 都是自家人嘛 这样不好啊 你懂什么呀你 凭什么他一分钱不出 凭什么就 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 你说咱们这是躲在这儿吃 这不明显冲着自强去的吗 是啊 我就是冲他怎么了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这种人 要懂得什么叫人情世故 对 没错 有的人呢 就天生想占便宜 不想付出 我们呢 就是让他明白 知恩要懂得图报 行 妈 玉萍 你小声点 你说这让自强听见了 那多上次尊呢 我就希望他听见 妈 我还怕他听见了 他听见更好 别别别别别 让他尚受教育 玉萍 你别这样行吗 你 啰嗦什么呀 赶紧吃 别大眼瞪小眼的 吃 吃 你也别啰嗦 吃 盈盈 你干嘛在这站着 为什么不吃 妈 我喝不下 妈 要不 我还是给自强端一碗 给他拿去好吗 端一碗 你把那一锅都端给他 我看你赶出这屋 奶奶 妈 你说 自强他毕竟是我的丈夫 我 我一个人躲在这屋里喝鸡汤 这不太好啊 就你事多 还用你告诉我那是你丈夫 我拿你当我自己亲闺女 我才把你叫到这屋里来 你得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 让你吃你还不伤脸 赶紧吃 自强 你跟妈说 你在这家过得挺好啊 当然了 我在这个家过得可好了 他们家人特别照顾我 不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吗 你看 他们家仨归 没儿子 所以就对我特别好 把我当整个的儿子看来 你也是 整个儿子 可我 我总觉得吧 你看 我跟你爸是亲家 他还是客 你说是吧 他当我们面就敢对你这样 你说那平常 他得什么样啊 我跟你说 你妈说的有点道理 我看着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 你要是真在家里这个地位 他敢用那个脸子对待我吗 就是 爸妈说的对 他们是一家人 我算什么呀 我们是个外人而已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啊 我给你端了一碗鸡汤 那个鸡汤啊 可是妈亲自给你留的 赶快趁热把它喝了 我不喝 你拿走 还说 不跟我欧气 明明就是在欧气嘛 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鸡汤 根本就不是你妈留给我的 谁留的 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因为你妈从始至终 就没有把我当成了个自己人 她做的鸡汤 我不稀罕 老公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好不好 来 来 把这碗鸡汤给喝了 就算是我求求你了 对身体好啊 来 合着我刚才说了半天 都白说了什么 你要真的把我当你丈夫的话 就不要再践踏我的自尊了 行吗 老公 你真生气了 生气了 我也知道 我自作主张的拿咱们的钱 去付了水电煤的账单 对你挺不公平的 但是老公啊 你也得为我想想啊 他们都是我的家里人 你说家里没有水 没有电没有煤气 怎么生活呢 我做女儿的就放任不管呢 是啊 你说得很对 他们是你的家里人 你们是一家人 所以你妈再怎么不喜欢你 你在她眼里永远都是自己人 可我就不一样了 还是我爸妈说的对 在你们家人的眼中 我永远是个外人 所以啊 我只能孤军奋战 我知道 在这个家里呢 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啊 你要是有气呢 你就冲我发 埋怨我 行了 别闹 我还在生气呢 小声点 把脸转过来 转过来 不生气了 我干嘛生你的气啊 谁让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婆 我永远都不会怪你的 这件事情 跟你没关系 老公 不生气了吧 不生气了 我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你是我的老婆 干嘛要商量呢 你应该命令我 子子祥 站好了 两腿并直了 跟你说件事 那我真说了 说吧 老公啊 你看 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跟妈搞好关系 对吧 嗯 那 怎么样才能搞好关系呢 我想 只要 我们愿意 叫 那一半的房贷 那就 不可能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 老公 你什么都别说了 你要说别的 我都答应你 但是只要牵扯到你妈 那就不行 你知不知道 你过去付这个什么 水电煤气的费用 已经把我逼到一个绝境了 这件事情 我是不会再让步了 你什么都别说 你要再跟我说的话 我真的跟你生气了 你什么都别说 我走 你 inquiry 大伟 我知道你难受 这脖子只能这么歪着 可是咱们得忍着点 爸 你怎么 你怎么能撞到肩膀呢 你说 你 你这埋怨你爸呢 他这肩膀还只是受了点皮肉伤 你那什么意思 还盼着你爸给砸个好歹的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爸爸肩膀砸了 他现在动不了 他难受 他难受着呢 爸 老婆 你也来了 你爸病了 我不来谁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怎么知道你爸受伤了 是不是那个什么 赵丽阿姨告诉你的 我 我是听赵丽阿姨说的 所以我才知道 爸 是不是很难受 特别疼 不敢动 爸 那 那我去给你拿个枕头什么的来 靠着会不会好一点 拿什么枕头 你爸 这床都是自动的 真假模假式 不用了 不用了 你那赵丽阿姨也是早不来晚不来 这一来你看你看你爸出事了吗 玉萍 你埋怨赵丽干什么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自己不小心 走神了 你也是 大白天你走什么神啊 爸 你 你是不是在担心早上我跟您说的事 不是 我就说嘛 你跟你爸说什么来着 我看昨天晚上自强 他心情挺不好的 今天早上 也没精打采的去上班 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 所以我就跟爸爸说 能不能请爸爸安慰一下自强 好啊你 你知道你爸爸最疼你了 最照顾你了 这些好了受伤了 你知道吧伤筋动骨得一百天的 烧成多少钱呢 这经济损失从哪算呢 你这女儿怎么当的嘛 对不起 我我也没想到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对不起就完了 真是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你说结婚多少日子了 你说你眼里有谁啊 除了你老公还有谁啊 这也没错 要眼里有你老公 可是父母亲不能就这么不要了 虽然有良心没有 一平一平你行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揍事了吗 你骂他们干什么 妈 这事真的不关盈盈的事 你要怪就怪我 所有的错都是因我而弃的 不 是我的错 我看也是 从你来到我们家以后 这麻烦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次你爸这是 这是受点皮有伤 还好骨头没事 这样有个三长两短 你能负着责任吗 行了 行了 算了 妈只是一时在气头上 才会怪你 咱只当耳边风 没听见得了 其实全怪我 妈说什么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好不容易跟妈的关系 才开始有好转 这下 因为爸的受伤 我之前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其实全怪我 不该跟爸说那些话的 老婆 要怪你就怪我吧 要不是我坚持 所谓的自己的原则 事情就不会变成 现在这样了 你也别自责了 算了吧 别想那么多 这小两口在家还没亲热够 又跑医院约回来了 亲密什么 我老丈人都受伤住院了 什么情况 严不严重 还行 我们这不是去买点东西吗 那你们快去 快去 走吧 两个儿